我是阿Chris 今天我就想說一下六角時這個工具 剛好我就買了一個新的六角時 所以就想說一下怎樣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六角時 先說一下我買了什麼六角時 就是這個 Crack Bardas的一個六角時 Crack Bardas在公路車界 我想沒什麼人知道 但是在Mountain方面比較有名 它出名的地方就是它出的腳踏 有不少玩開Mountain的人都會選這個品牌的腳踏 我就買了這個品牌的六角時 就是這個 現在就拆出來看看 我還沒拆開來看 它這個系列有分不同的型號 有分M19、M17和M10 數字越高代表它的功能也是越多 那我買這個就是M10 或者是功能最少的那一隻 那我和大家一起看看 它卡住了 好可以了 拆了出來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六角時 它是 無論是M19、M17 還是我這隻的M10 它都有不同的顏色 我選這隻就是橙色 順利一提 它的顏色的款 很多都被人賣了 沒什麼貨 那這個就是我新買的一個六角時 那選一個六角時 應該要怎樣選擇好呢 首先第一樣東西就是品牌 我覺得這個品牌是很重要的 那我呢 就不是那些純相什麼名牌子 大牌子那些人來的 但是選一個六角時 我就覺得選一個出名少少的品牌會比較好的 如果你選太便宜的六角時 就會好像這個 那有機會呢 扭的時候 那個力量 那個壓力大到 是六角時 沒有辦法承受得到 它就會整個散架 整個爆開 就好像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便宜的六角時 第一個不好的地方 有機會散架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的角位 那個硬度 不知道做得夠不夠 扭幾下 不是扭很多 就已經 那些角位 可能會很快 但是變得很圓滑 做得不夠硬 這個就有機會 是第二個問題 雖然我說六角時便宜 就不好 但是都可能有些好東西 例如說我這一隻 這個和這個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的品牌是不同的 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便宜的一些品牌 不是很出名的品牌 但是它這個 又神奇地 我用了很久 都很實正 不會爆開 不會散架 所以便宜的東西 當然都會有好東西 但是 就真的要看你的運氣 好不好 預期看運氣 不如一開始 就寧願買個貴一點點 大品牌 有個保障 用起來都安心一點 不會在街上扭一扭 整個扭到爆開了 那就真是麻煩了 第二樣東西 我覺得就是 要搞清楚 如果你對一個六角時 你想它有什麼配件 零件 它要有什麼功能 例如說 會不會你想有 它有個打鍊器在裡面 例如說 我這一隻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品牌 是一個二十合一的六角時 這個就是十合一 看上去的size 雖然差不多 但是功能上面差很遠 這個就有一個打鍊器 還有一些額外這個六角時 是沒有的功能在上面 這個我就主打是 放在公路車那裡 有什麼事外出的時候 就可以拿來做急救的 那我買新的這個 其實是 踩mountain的時候 大出去的 因為mountain上面 我覺得我用六角時的需求 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只買了這個 十合一的六角時 至於公路車 我出車的機率就比較高 所以我就買個 功能性強一點的 就是一個六角時 所以買一個六角時 都要看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想它功能多些 還是功能少些 你想要十合一 二十合一 還是二十五合一 二十五合一 那些其實都很誇張的 我知道有一隻六角時 是外星人那一隻 不知道大家見過沒有 那一隻都幾多人選擇的 它好像是二十五合一 除了在功能方面 都要考慮體積和重量 你可能放在背部 或者放在袋裡 就看看你想選擇 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大那些也不代表不好 大那些呢 因為它長身一點 扭起來會比較好 那我這裡有一個 是分體式的六角時 可以分開兩個 分開了放在不同的地方又可以 可以看看各位對一個六角時 但是外型那一方面 有沒有什麼需求 還有在重量那一方面 因為有些人呢 就比較追求輕量化 那它大塊一點 相對地可能會重一點點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價錢荷包那一方面 都要考慮 不過一個六角時 我覺得你不是買些什麼 25合一 30合一 那些 就不會貴得太過離譜 那我買這個也是130塊左右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價錢 那它又是一個大的品牌 所以我都相當滿意 今天這段片都差不多了 講一下六角時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島上 我們下條片 有更多的 港幣 我們下條片 有更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